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过两天发现 为什么他告我 起诉我 对吧 那么当然我们要尊重女生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录制了这一期 具体什么样情况 我们看下面的短片 好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家里 具体的话 如果你的朋友呢 这个来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哈喽 对 那么第一步呢 是把他呢 这个带进来 把门关上 但是呢 关着门的时候呢 不要反锁 这个就是问题了 然后第一件事呢 就是让他尽量地放松 因为我们所有人呢 第一次去到别人陌生的人的家里面 去拜访或去做客的话 那可能都是会有点小紧张 那么第一件呢 是把居家的拖鞋呢 让他换上 保证干净 然后呢 换上鞋了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 就是先把灯打开 当然了 就是要一个明亮的 然后空调有的话也打开 这个冬暖 夏凉 让他觉得在这里带得舒服 其次呢 就带着他呢 可以来参观一下房间 这里是卫生间 你可以看一下 等会要上洗油间可以在这里 对吧 然后呢 这里是我的厨房 然后呢 我一般在这里做早餐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客厅 因为我一个单身嘛 就是住了单身公寓 所以说可能有点狭窄 好 这个时候呢 到这里的话 前十分钟一定要跟女生呢 就是尽量地熟悉这个环境 同时呢 去就是让他不要拘谨 不要拘谨是什么呢 就可以你在你的家里面 我们很推荐在这个沙发的后面 就是做一面照片墙 来请坐 这个后面做一个照片墙是什么意思呢 它可能每一张照片都代表着一个故事 有可能你在沙发可能会摆个吉他 或者说那边放一架钢琴 让女生主动开启话题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放一些照片墙 那么除了这些文艺气息的图案以外呢 很多时候你可以竖一些你的一些比如说旅行的啊 或者说一些特质的东西 获奖的一些照片呢 摆在旁边 当客人呢 在女生来到家里面的时候呢 他可以干嘛呢 就是你在这里说我给你倒水 你去给他拿水的时候呢 他可以自己在这里观察 就会转过身看看 这么多你的这些事情 他会不觉得无聊 同时呢会展现一些你的特质 比如说呢 这里呢 有一幅我画的这个油画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油画 你看这个是我自己画的 那么痛痒是一个乐队 你知道吗 知道 是吧 这个哪吒 这个不是葫芦娃的姐姐 那当然呢 你家里面如果没有这样子的 就是文艺范儿的东西 你就可以干嘛呢 就是用可爱来代替 对吧 可以给他包一个公仔啊 或者这些玩偶啊 这个让他玩耍 那么这个把女生 邀请女生来家里做客呢 我们的前十分钟呢 是这样的房间 那么在这样的房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逻辑关系是 如果你有这些展现你价值 展现你特质的 你就可以秀价值 秀特质 比如说获奖的照片啊这些 如果没有的话 就展现才艺 弹弹吉他 画画油画 对吧 如果没有这些呢 就是特点 可爱有趣的这些娃娃也可以展现温馨 反正总有一个需要你展现的东西 你不能完全进来 哇就啥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和女生邀约她来你家里面做客之前呢 你可能要提前要想明白 到底我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约到女生 约女生来家里面 我得让她更加的熟悉我 让她更深入的了解我 那么我的哪些点是在之前 我没有在约会中告诉她的 那么来到家里面我告诉她 让她对我一种更深入的了解 这个就是第一次让女生来你家做客 你的一些前半个小时吧 的一些准备 不知道兄弟们学会没有 好 那么安顿好女生在沙发上过后呢 我们在客厅里面和她干嘛 对吧 女生第一次来家里面做客 不可能一来就去你卧室 那么肯定要在客厅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啊 那吃吃喝喝也有讲究 首先呢我们讲一下 就说零食应该怎么选择 第一个呢 水果的这种拼盘呢必不可少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一些女生喜欢的零食 这里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呢薯片 还有就是属于是这种咸口的 然后还有这种辣的 那这种酸辣味的就比较这个可以刺激食欲的 还有这种甜口的 所以说呢 还有这种香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各种的该来一点 那么当然呢 除了这个零食以外呢 就是这个酒的选择 很多兄弟觉得 哇 来家里面要浪漫 我们得来点红酒 对不对 或者说 哎呀 浪哥 我这个人呢 我一般在家里和朋友都是喝白酒 二锅头干两杯 对吧 但其实呢 女生在家里面呢 红酒和白酒就不是这么的适合的 那么要喝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呢 果酒 这种果酒的话 因为女生来不是来买醉的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她能够有点微醺 有点浪漫的情愫 在大家彼此之间 又不希望她喝醉了 而且呢 还希望她能够很愉快的这个来喝 所以说呢 这个果酒就很OK的 第二种呢 就是 就已经对好了的洋酒 还有第三种呢 就是这种造型很可爱的酒 就这种造型很可爱的酒呢 你会觉得 哇 女生会觉得这个什么东西 对吧 她尝一下 结果是酒 对吧 但是已经开了 不好意思不喝 所以说呢 这很棒 当然呢 我们准备好零食呢 我们不能光吃零食 对不对 我们要干嘛呢 在客厅嘛 就一定要是看电影 现在呢 科技的这个 翻速发展 原来我们都是说 家里面要有一个 28寸的大彩电 那么现在呢 只需要一个这种投影仪就可以了 投影到前面的屏幕上 这个大概是 我想一下 80寸 投影仪打开 蓝牙音响点开 那么就下面呢 进入到这种观影环节 为什么女生来到家里呢 吃东西要看电影呢 因为很简单 不需要你再说太多东西了 很多时候你来到家里 你一直滔滔不绝地 在这里说来说去 女生会觉得你真的是 在干嘛 这么多话 看电影呢 不需要你说太多 而且呢 还可以干嘛 可以用剧情来帮你们带入 这种浪漫的情绪 那么有可能呢 你和女生在看电影 一来二去呢 就看得太晚了 对吧 你本来只是想看个钢铁侠 结果把漫威二四二部 全部看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外面呢 天色已暗 一个这个孤家寡人 他如果走到路上 很担心 他去抢劫别人 所以说呢 为了大家的安全呢 有可能女生他会觉得 我控制不了这个月圆之夜 我要化身成男人了 我不能在这个夜晚出去 所以说呢 我今天必须呢 要留在这里 这里比较安全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如果女生非要留在你家里面 怎么办 用什么样 比较有情商的方式 让大家的相处呢 不显得这么尴尬 那么告诉你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你的房间的布置 房间的布置呢 一定要记住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要成套的这个被子 和这个枕头 那么为什么要成套呢 要好看 那么接下来就是关键点呢 就是你可能看一下 女生他来到你的这个家里面 其实呢 觉得你的卧室布置OK了 那么下面呢 要住下了 但是中间会有很多尴尬的一些环境 比如说你看女生来见你嘛 他总是化着美美的妆 他卸妆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没有人出来见人的时候呢 他会穿着睡衣出来 所以他也不可能穿着白天的衣服呢 在床上睡觉 对吧 那么这个穿着的问题 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他要洗澡的话 他头发这么长 怎么办 对不对 不可能在你家洗个头 结果吹吹就吹到天亮了 所以呢 下面呢 你具备一些高情商的这种方式呢 会显得让女生呢 觉得这种不尴尬 第一个呢 就是针对他的这个卸妆问题 你可以给他说 你说前两天我妹妹在家里面住 他可能他的这个卸妆水 这个没有 蜡下了 蜡下了 对 那么这第一种 第二种呢 就是很简单 现在呢 这个外卖 某APP 这个像这个 擦了没有 对吧 还有这个 什么团外卖 你去收化妆水 化妆棉 三十分钟 直接送到家里面 避免尴尬 当然送这之前呢 要备一些橡皮筋 就是他 扎头发 对不对 这个他要 玉帽也行 防止他的这个淋湿 那么当然呢 还有就是 这个 睡衣 你睡衣的话 你不能装 特意的去准备一个女生的睡衣 其实你说这个我的 也行 当然呢 浴室里面 整洁干净的 这些 浴巾 还是很重要 牙刷的话 也是在买这个 卸妆水的时候 同时买 这些买好了过后呢 你跟他说 那你这个 就先换一下 浴巾嘛 我还想到 我这个 外面有点事情没做 你不能说 你在这换浴巾 我出去等你 不要这样说 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 正常就避免很多尴尬 所以说呢 女生来你家里做客呢 就算他 你们是情投意合 但是呢 中间呢 还更需要 你用一种更绅士 更让女人 接受的方式呢 跟他这样子 愉快的 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给大家讲到的 在这个 女生来你家里做客 应该做的 什么东西 那么更多的干货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浪迹情感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